我都会尽量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从这边进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 画面 上个礼拜是把这个完成画面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做的 如果你上礼拜的东西 如果已经都忘了差不多的话 赶快再复习一下 反正呢不断的经常 转几次就差不多 应该很快就会上手了 基本上呢 如果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画面 反正就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你就建立一个专案 第二个就把这个画面做出来 第三个就是去怎么样呢 去撰写这个程式 那撰写程式我也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你就画面上有什么 有几个又会用到的元件 那你就画面上有的元件 你就宣告一个物件 所以这边总共会有 一个这个叫TestView 然后总共会有13个按钮 所以你就宣告一个TestView加13个按钮 然后宣告完物件之后再连接元件 画面上有的就把它变成连接到元件上面 才可以实体化了 也就是说你宣告为物件之后 才能去用它 那再来就是会有13个按钮 所以就会建议13个事件 那当按下按钮之后的话 改变上面的TestView 所以基本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子 那往后呢 大概建立APP的流程也是差不多 所以后面的话基本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第四章 那第四章呢 这个地方多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类似像这样的画面 可是画面上面叫做ATM Inputs 就是说我在上面呢 放的不是像上礼拜 是放那个叫TestView TestView是不能输入的 那这上面的话 我们是放一个ADTest 也是就是可以输入的 可以输入数字的部分 然后再来底下做9个按钮 9个这个数字按钮 再加3个一般的按钮 那这个9个按钮 你会发现它有什么特色呢 它是图不是字 所以呢 这个地方图要怎么做 也就是说将来呢 如果你希望让你的画面 变漂亮一点的话 你可以放图啦 那图怎么放 再来就是说 这个布局啊 有没有 这个画面里面呢 基本上 我们就是把它放成这样 就是一个垂直的 Linear的要 上面这边有没有看到 有个垂直的嘛 所以板型的部分 我们把它Change一下 改成什么垂直的嘛 所以你就可以由上往下垂直放 那这边会有一个群组 也就是这个地方 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放一个Linear的要 那Linear的要是什么 是水平的 然后分别把按钮放进去 那按钮的话就是123 B01到03 这个的话呢 就再做一个 那其实要做一个 最快的方法就是 把它按住 再按卡住键 拖拉到上面去 它就复制一个 复制两个 复制三个 那分别叫01到09 那底下这个叫清除 确定 结束 那就把这个部分完成 实际上跟上个礼拜的 范例有点类似 只是说我们稍微把它 小改变一下下 那所以 第一个请各位先 建一个专案 专案名称叫做 ATM input者 ATM input者 然后呢 我们再逐一的把这个部分完成 就是画面的设计 基本上大概 那你们可以先试着 建一个专案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界面设计 那设计完画面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可以 做什么 做那个 里面的程式 那基本上也是12个案 所以做12个事件 其实基本上 这个就可以弱了 那也就打上密码 这个有点像 ATM 输入上去 也是输入在这个地方 然后清除的话 是按这个方向 吃掉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着 也许 我愿意不知 我愿意不知